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认为她是有点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她是一直在说我是维持现状 直到这个投票的时候 那刘总你怎么看这个统独问题 你自己亲身在台湾有经历 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的话题吗 这个台湾和大陆的统一问题 其实海上两岸 我国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的关注 什么是国 什么是家 很多家结合在一起就是国 它的文化 价值观 传统 一致 它可能就是一个国 那我们中国 我们华人的国家的概念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讲国家的统一 不能作伴西方的模式 一定按我们总有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隆理 包括我们的认知来进行 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大总法 这个是不可以封割的 台湾要独立肯定是战争 这毫无疑问 但是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我们用武力统一不了台湾 但是可以赢得和平统一台湾统一足够的时间 这是我的基本的观点 那么这是我在台湾的时候 国民党的又失去政权之后 那些老的国民党员痛苦流涕啊 他们很痛苦的 很担心这个国民党要这个 在台湾的变远化 民进党会作当 会独立 包括陈立呼啊 他的儿媳妇 我们都在一起吃饭 他在那里边呢 游行种种 他说一眼长梦多 就是这个台湾可能要这个独立出去 那么我自己的观点的话呢 我不是这么认为 我知道民进党在去中国化 但是不等于去中国文化 你去不到中国文化 你就独立不了 你比如说我是我的三系人 不等于我三系 我要独立啊 你说你是香港人 不等于你是香港人独立啊 他是台湾人 不等于台湾独立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又谈独立 谈这个独立就别谈了 他统一条件还不具备 因为双方的文化 价值观各个方面 包括制度 还有一些差距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智慧 最后能够达成这个统一啊 而且我在关于统一方面 我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们看着古代的兵书里边有句话 叫不战而缺人之兵 不战而缺人之兵啊 就怎么能统一呢 如果是我们和平统一 对方不理你 你要武力统一 又不符合事件潮流和时代潮流 所以我自己的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想法 我们就把国家名称改变 改变掉嘛 我们把中华共和国改变为中华民国 对吧 很大胆的一个设想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 如果你同意 我们都可以谈嘛 什么都可以谈嘛 如果你不同意 那就武力统一你呗 对不对 我有这么个想法 一直都有在讨论 想请教这个谢老师 其实这一次很多人有在讲说 蔡英文和他民进党的这个团队能赢 就是因为催出了很多年轻人的选票 而年轻一代在台湾生长的话 他可能对这个中国 大中国 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认知 因为台湾是他的家乡 所以说 等于从他们这代人的身上 可能有更多的有一种希望可以独立 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的一个说法 那谢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同独问题 我偏于党一护照 因为我是在在中国大陆出生 但是在台湾长大 在我在台湾长的过程里面 我自己所感受到的就是 统独本来根本不是个问题 因为政治的操作 这个是一方面政治的操作 一方面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这种民主自由投票的这样一个制度 在这个制度之下 任何的问题能够有对立 能够有立场鲜明的这种议题 都会被一种操作起来 其实在这种所谓统独这上面 我觉得要讲清楚实在是讲不清楚 我不觉得台湾有什么都认为自己 就是只是独立的 而是对于一些状况 他们要有一份认同吧 先讲就是说 我不认为台湾人对于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 大家有一种否认或者排斥 我个人是没有这个觉得 但是无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 在过去这个一两百年里面 是分制的 是分开的 所以在这种制度之下的时候 就有两种心态 第一个就是到底台湾跟大陆是不是敌对 那以前在国共之间是有敌对的状况 那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敌对的心形 所以我的感觉上就是台湾对于这个大陆 现在的心态是一种防御 不仅是说你是我的敌人 但是我很怕你 因为你那么大 我很怕你 而且中国大陆经济很强 这是一个心态 那另外从一个大陆的一个角度的情形之下 也是你对台湾的一个心态 我个人是不太同意说 你一天到晚就想 就是说我现在想其实把你吃下来 随时可以打下来 这种心态 其实台湾就是怕你这个 所以台湾是一种防御的心态 而我个人觉得大陆对台湾 应该放弃一种 就是说你不听吗 我就揍你 或者是改变成一种 改变成一种追求的心态 大陆放弃武力组于台湾 台湾是白红之白的独立 我的判断 大陆当然不能放弃武力组于台湾 但其实中国 中国它现在只是在 这是加法 这个加法不能放掉 这个共子是加法 好我们让谢老师把话讲 这是一种追求的心态 因为事实上 台湾现在它也所担心的 倒并不是说你 我要不要跟你这个大陆上合在一起 而是说你大陆到底想要怎么样 要和我们台湾统一 这是我觉得是大家很多探讨的是这样一个 然后呢我们更关心的一个 假如你的方法 中国大陆的方法 是我们台湾人民整体来说 不喜欢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样 你会打我吗 这个情形是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 难免他们也要去一种拉帮结派的状况 所以这种东西我就觉得 我喜欢用一个字就是说 用大陆对台湾我觉得是一种追求 你越是认为就是说 这一定要用武力 我觉得也许在现实上 这是一个东西 这是一步可能会要走的 但是在你你在讲到一种一种 所谓我们用这个统战那个字吧 你要用这种这种彼此一种互动的关系上 我觉得这种态度 这种这种强势的态度 只会把台湾瞎得越来越往后退 民间之间的互动也许会更多 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上 台湾是一个站住了一个战略的位置 它外面有很多的人也想诱惑台湾去 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 这种情况之下 假如说中国大陆的政策 或者一个战略上面不好好的应用的话 可能就会把台湾送到一个 更难堪的一个位置 对我们再来谈一下说 因为刚才两万人也都有提到 由这个统独问题去延伸了 就是大家现在看这个蔡英文520宣誓词 他到底要怎么讲 因为这个宣誓词中间 他一定会必须要讲到这个问题 这个认定的问题 那刘总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次民进党再次执政 对整个中华民族 对国民党都很好 因为是国民党获得再次行事 因为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国民党失去了今天 不能于失去明天 他失去了今天的正确 不能于失去中国的未来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 其实是台湾国民党 不是中国国民党 它的格局非常小 反倒是民进党没有护担 反倒是民进党没有护担 我看蔡英文当选之后 跟大陆之间的这个交往的关系 包括两岸之间的关系 可能比国民党的两岸关系 更实质性的突破 因为他没有护担 他没有原罪 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这个观点很新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虽然蔡英文一直来给人的印象 是比较温和 包括他之前那个时候 曾经还有来过温哥华 我们当时有采访他 感觉他是一个很文人的形象 但是他现在以台湾领导人的 这个形象出现 可能就会不同了 那谢老师您同意 你有懂的这个观点吗 觉得说蔡英文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跟中国之间关系 反而可能会好过国民党 我认为撇开蔡英文 或者马英九 个人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总觉得 不管是谁 透过了一个选举的制度 当了一个台湾的一个领导人 我们今天所谈的 就是不只说 并不是一个一个独裁者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真的是一个台湾的 这个这个2300万人民的 到底他们的这种福祉 是一个考虑的优先 对于台这个统独的问题 我们除了是一个 讲到一个种文化上 或者政治上 我们是我们一定要统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在 在在下面的五年十年 或者下面五十年一百年 去捅 这是我觉得是很多人 有见仁见智的一种讲法 那就是说 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有一种讲说 不行我们五年之内 一定要捅 假如不同 我们就动武力 那这个时间就有点不够 我这样是不可以的 但是假如说 我们把这个时间 把它拉长 就像刘总讲的 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什么压力的话 那这里面就是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领导人 彼此之间都是对一个 人心的一个争取 谁能够争取到 那我觉得觉得台湾的 这种统一我觉得最为平和 而且最为有建设性 其实现在台湾的这个人民之间 或者这个交流 或者很多这种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 已经是在实质上 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这种 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一些状况 对好 那最后请刘总您简短的再总结一下 您自己的观点好吗 我觉得两岸之间 第一这个风格不了 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传统和文化 第二呢就是民进党上去以后 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文化和社会的进步 可能有正面的作用 比如说我预计他在520的时候 他六个字他肯定要讲 对等中严民主 对等中严 以前我们的老讲 民主他从来没有讲过 所以这种话 传到我们高层是很有用的 最后一点 我觉得我们大陆在这个武器呀 不能老拿在手里喊 没有意义 真正的你做一些实在的问题 实在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台湾 我觉得做了很多愚蠢的错误的事情 你比如说比如说 你既然是一个中国 台湾的身份证就可以到大陆旅行吗 为什么还要办这个台袍证呢 对吧 你就没有把他当中国人吗 我这次去台湾的时候 偶然遇见那个 严习三的这个提升四位 最后一位啊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1949年是谁搬到台湾去的 是严习三搬过去 当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台了 这个李泽东跑美国去了 没人当官 是严习三做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是他老人家搬到台湾去 好有关这个 他的这个秘书跟我怎么讲 他18岁到了这个台湾 到现在70多年 没有回到过大陆 为什么我回来 就有一个原因 我是中国人到中国 为什么让我办中国护照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 我拿了台湾的生活证 为什么还要办台胞证 所以这个话 我希望通过你们的节目 让我们活在办成长 谢谢 好 谢谢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这么精彩的点名 感谢刘兰车先生 感谢谢坚老师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天天话题 风华资讯的官方公众微信号 我是吴景 我们下周见 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